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作品往往透露着特有的个性和灵性 一块块看似不起眼的冰冷一时 经过他的奇思巧雕 仿佛瞬间被赋予了无限的生命力 由他设计雕琢的《问路》 《南海观音》 《赤比怀骨》等作品 在中国各大语雕作品评比当中获得大奖 眼前的这件作品整体晶莹剔透 观音盘腿而坐 右手持镜皮 双目微合 锤简低势 端状修理 圆润的岩石与挺拔的轻松助力起后 童子在一旁虔诚参拜 精湛的雕工记忆 在这件作品上展示的淋漓尽致 杨树明凭借着童子观音 获得了2008年 中国玉石雕刻作品天工奖 优秀奖 杨树明告诉我们 当时他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这块翡翠原石 得到这块材料的时候 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朋友 他送到我这边来加工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好 那么通透的材料 它的表面有一层水袖 很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里边的质地 我看见这块材料以后非常兴奋 激动 那么拿着这块材料翻来覆起 走看又看 当时就把我那个朋友忽略在他旁边了 不去管他 在那边看来看去 上等翡翠的价值昂贵 能得到一小块都十分难得 一般人们都会把它们做成小挂件小摆件 能得到差不多一公斤大小的玻璃种原石 杨树敏非常珍惜 他在兴奋之余开始考虑 如此纯净的一块材料 他究竟要怎样设计 才能让主题更突出 层次更立体 这块材料呢 我也是构思了很长时间 我就觉得它比较适合用来雕观音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较纯净 而且观音呢 它是信重最多 也是那个佛国第一菩萨 这件作品在每个细节上都力求完美 原石上最纯净的部分 雕刻成观音的面相 含有绿色飘花的部分 被巧妙地设计成衣服的纹理 在一石右下角 有一小块地方含有棉絮杂志 这本来是原石中一个较为显眼的瑕疵 但是在杨树敏的巧妙构思下 这部分被雕刻成了假衫 完美地融入到了作品之中 合理的雕刻设计 充分地挖掘出原石的特点 展现出观音菩萨的庄重 典雅 平和 安详 在制作的过程中呢 是观音的面相是最难的 像我的这个面相呢 它是唐代观音的面相 都要比较饱满 面相呢非常慈祥 双目是半真半合 就是有点微和 画了不知多少遍 到自己觉得说赶下刀了 然后最后再来开眼睛啊 开嘴唇啊这些 用的深度呢不到一毫米 翡翠是一种硬域 本身就是一种较难雕刻的仪式 而其中材质越通透的翡翠 硬度也会越大 雕刻难度也会增加不少 对于雕刻师来说 在处理这种翡翠的过程中 如果稍不注意 就会崩掉一脚 像我们呢 做到最精细的地方呢 如果呼吸的话 工具都会有一些摆动 在雕精细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屏住呼吸的 为了这件童子观音 杨树明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 当作品展出时 人们对这件庄严雅致的观音作品 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许多收藏爱好者当场提出 想要购买收藏 一件好的翡翠雕刻作品 总会被雕刻师赋予 动人心魄的灵魂 杨树明作品里的灵动 来自于他对翡翠原料的揣摩和理解 原料本身的特色 在他的雕刀下 焕发出更动人的广彩 就算原本的缺陷之处 也会变成锦上添花的妙臂 很多艺雕师呢 认为这种盐材料呢 它就是属于一种废料 没有利用价值 这件风雪夜归人 在细节的雕刻上 杨树明可是下足了功夫 行人的斗篷被大风扶起 干枯的树木 呈现出冬季的萧瑟感 最让人称奇的是 原石上那些密密麻麻 难处理的小点 应勤应景地演变成 漫天密布的风雪 雪夜深山投诉的意境 活灵活现地 硬刻在这块仅有5.5厘米高 4.8厘米宽的挂架上 杨树明说 创作这件作品是一段很有趣的过程 2002年 他在一家商号挑翡翠料时 发现了这块原石 那时他正静静地躺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虽然原石材质不错 但表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米星子 在齐达玉调师的眼中 这块充满瑕疵的原石 只是一块废料 但在杨树明的眼中 却十分美丽而独特 也许能创作出一件好的作品 其实他们根本不在乎这种材料 你爱给多少给多少 给多少你拿走吧 当时我花了一百块钱 杨树明一时兴起 花了一百块钱 将这块原石买回了家 但是迟迟没有好的想法 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中 杨树明只要有空 就把它拿出来把玩 直到有一天 他好像读懂了这块玉石的奥妙 有一天我拿出来对着光线一看 感觉它这块材料的颜色偏深一点 照的时候还有这种夜晚的感觉 而且它那个密密麻麻的小点 看上去就像满天的飘雪 就想到这首唐诗 柴门文浅飞风雪夜归人 因为当时我的生活环境 就是早出晚归 我觉得我就是那个风雪夜归人 好的创意成就了这件风雪夜归人 现在这件作品已经被人收藏 我们也只能从照片中领略它的风采 2013年的时候我有朋友到腾中来 跟我聊起过这件作品 他说现在的价值已经是转让到300多万了 用100块钱买来的废料 经过杨树明的巧妙构思和精心雕琢 价值竟然能高达300多万元 这次变废为宝的传奇让他生命大振 杨树明告诉我们 每件材料都有自身的特性 要是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就要在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的灵感 在风格上 他博彩重常 学习北方玉石雕刻的粗广大气 融入南方的细腻精巧 在灵活使用雕刻记忆和手法的同时 把自己对生活对历史的解读融入其中 使作品意境超脱 生动传神 翡翠是大地身处美丽的结晶 有着颜色既鲜亮又平和的特性 深受人们喜爱 被称为狱中之王 因出产于缅甸 也称为缅甸狱 腾冲地处云南省西部 与缅甸接壤的国宁线长达148公里 作为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 腾冲早已成为缅甸翡翠 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使腾冲成为中国历史上 发展最早 规模最大 延续最长的翡翠集散地 现如今 腾冲更是中国重要的翡翠原始交易市场之一 每天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 慕名前来 看到眼前这些毫无特征的石头 我们很难相信 它们就是价值连城的鱼石 杨树明告诉我们 像这样能看出来质地的石料 行业内也称为明料 而所谓赌石 一般从外表是看不出庐山真面目的 过去的他 常把辛苦攒下的钱拿去赌石 希望能够换来难得的珍贵食材 去完成精美的作品 在上世纪90年代 有一次他用35万 买下一块外表非常漂亮的黑鲨皮原始 一般这样的石头都会出上层的料子 可最后的结果令他非常的失望和心疼 切开以后肿还是不错的 但是它很薄 就很薄的一片在上面 下面钱都变肿了 估计只有十分之一的原材料可以用 连做个小挂件的位置都挑不出来 俗话说 神仙难断寸语 杨树明告诉我们 财富传奇 与跌宕故事只属于少数 赌石切记不能有一夜暴富的心理 他用了15年的时间去读育 品育 长时间的历练 不仅为他积累了经验 更让他收获了不少好的原始 其实我们在很小的时候 就经常接触到翡翠 家里面会摆了一些很多的手作心 用来砸松子 砸核桃 从小就对翡翠有一个概念 从已十余年 杨树明刻苦求索 作品以山水 人物 花鸟等为主 风格细腻圆润 灵动机密 作品中往往透露着 他自己对生活的认识 对文化的理解 正在雕刻中的《山水观音》 是杨树明迄今为止 最大的一件预料作品 八年时间 五十公分高的《山水观音》 已现出现 只见山水林木环绕 观人端座 手握镜瓶 宜然微笑 做大摆件和做小件 还是有不一样 它不像小料 就是很容易就能看得到里面去 像这块料看不到里面 它随时有一个质地的变化 一个色彩的变化 因为这块料色彩很丰富 你在做的过程中 随时要做一些调整 阴料湿液是玉料工艺的基本 玉料师的每件作品 都需要从石料本身的颜色形状出发 再加以合理想象 才能开始进行创作 作为腾冲雕刻记忆的典型代表 杨树明一直以做工精细 打造精巧作品为主 而打造一件大的作品 为它带来了不少的难题 在调调的过程中 它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裂纹 有一天早上 我在观察这件火的时候 突然之间想出 有一个办法 就是直接把它做成一纹的一折 刚好把那个裂纹折进去 雕刻师凭着高潮的记忆 除了将翡翠原始变为生动的作品 还需要在雕刻过程中 画着为巧 发挥出原始的最大价值 因此 翡翠作品不仅仅是工艺品 更是融入雕刻师 心神经历的艺术品 做手艺呢 它有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再好的天赋呢 它坚持不下来 半途而废了 要想有很好的造诣 那是也不可能的 终于机会 稍微 có 终于机会